自己与本身本体本来无别提醒极自然智慧 不成为一切分别之下 相闻是七句后面的戈尔巴玛斯德红 用那个来说明大修 《一修四指》里面前面仰义和经义还有修 三个已经讲完了那么大修是什么样呢 大修是用戈尔巴玛斯德红是比较深的一种戒指方式来 莲花生大师诸佛菩萨融入自己的心 其实诸佛菩萨跟自己完全都是无二无别的 这并不是说 只是为了应付而已 就像《顶戒宝灯》里面所说的那样 本来是不清净的品质 你把它关着清净不是这样的 本来都是清净的只不过众生不能了知而已 通过这样的修炼之后 最后自己真正认识到了意的莲花生大师 因为后面的七句七道文 全部都是以解脱道和方便道来解释 因此我们也为什么暂时不讲呢 害怕这里的很多道友跟后面的内容还暂时 有些不一定能接受因此这样暂时不讲 那么这里为什么融入一体呢 因为自己和本尊莲花生大师也好 诸佛菩萨 他的自然本质本来都是不被分别念所扰乱 而本来都是无二无别的 这叫做歌热歌热也是上师的意思 上师也就是说本来都是上师和自己的智慧 就是无二无别的每一个众生也是完全是这样的 并不是我们本来不清净的东西把它关注 不是这样的所以叫歌热 从道之清作中解脱 迷乱显现本来清净果人云自成宛如莲花般圆满 所以叫斑满 为什么叫斑满呢 从道的清作当中本来是心的无二无别的话 那道的清作当中肯定早就已经解脱了 迷乱显现我们现在看见的 坛城池 山河大地这些迷乱显现全部都是过人云自成 莲花本来都是没有勾染的 我们的自性跟莲师也好诸佛菩萨本来都是无二无别 就像莲花一样圆满的 所以叫斑满或者莲花的意思 它并不是重新修行而得成就的果 而是自身人云自成的法界当中 现前自证本质为悉地 悉地就是死的也就是成就的意思 这种成就并不是以前是一个凡夫素质的东西 然后通过修行后来得成果 不是这样的 显现上当然是这样的 但是从本相 世相为主的话 那么一切众生本来都是在人云的法界当中 就是现前自证的果位 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和法界本来都是现前了 本来都是已经成就了 为什么说烦恼即菩提啊 现在很多显宗人跟他讲了以后 他不懂 真的不懂 烦恼最后你就不依靠密宗的这些窍诀 不懂的为什么众生就是现在的佛 稍微接近第三传法论的时候 显宗当中也是经常讲我们的众生 现在只不过是被一些贪嗔痴的迷乱说折腾而已 实际上是这个佛 那实际上是佛的话 那么跟我们显宗里面说 本来不是佛变成佛和实际上佛有很大的差点 最了益的 最适合道理的是什么呢 就是后者的观点 因此我们真的要懂得释迦牟尼佛最了益经典的密义 那你不依密宗的有些窍诀的确也是很困难的 在理论上也好 修法上也好 所以这个叫做死德它是成就的意思 这种成就是这里不共的一种成就方法 唯一的自然本质尽管从分体方面分的话 可以分集道果三种然而本体无有不同 它是以个别自制限量证物表示这一点有红 红就是我们刚才的法界和智慧也好或者集道果 这些都是全部用语言文字或者分别念 或者用繁体来分的 一个瓶子它有不同的侧面来分无常 所作 或者有为法等等这样来分的 实际上是所有集的众生和到位的菩萨 果的佛陀也好或者我们的集二弟和道二子 还有果二生全部都是在本体上跟虚空的层次 而在虚空当中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从我们分别念的角度来讲虚空也是可以分三个阶段 可以的可是虚空它本体来讲这是绝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通达这样的道理叫做红 这叫做以上的欧玛玛玛丽巴玛丽巴巴 这几个咒语所表示的道理就是大修 为什么叫无二无别呢 无二无别的原因我想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这是基本上一些字面上的理论法吧 也许真的有一些果实 嗡巴尔萨萨多 嗡巴尔萨萨多 修与大修 俗与 刚才后面的修和大修这修与是圆满次第 实际上应该不离开圣七次第 圆满次第融合的实修来祈祷 其实真正要祈祷的话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密宗比较深的 有些可能很多道友都是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信心 也有一定的觉受和感应 应该比较高一点的层次来修的话 圆满次第和圣七次第是不离开的方式来修的话 那祈祷效果是更好的 加持和成就是更叙述的 更快的